哇我想去歐洲玩幾天 你看好啊 你要是能夠在封公司 靠自己的能力幹活動 就別說幾天一個月都可以 真的我明天就去封公司報道 記住一點 不能夠暴露的關係 放心 到時候一定要來哦 新婚快樂還有你新婚快樂 大家歡迎新同事米卡 歡迎米卡 王經理這是你的 謝謝新婚快樂 謝謝王經理 希望快樂 幾天我後面一定不上 我兩千米卡你發了這麼多呀 哇米卡你這麼大方啊 新婚這麼好的事情 當然要包個大紅包啦 而且也不 我猜你卡一定是按錯了 多加了一個領事吧 啊不是我 謝謝米卡心意我領的 錢已經給你退了去了 去工作吧 十分鐘後樓下咖啡廳等我 出去談個合作 哈 米卡你真要去啊 我可告訴你 王主管的本體就是鴿子鴿子 嗯 這說十分鐘了 怎麼還不來啊 喂主管 怎麼還沒來啊 快樂快樂 咳咳 林總合作合同您過目一下 你知道我最討厭不守時的人嗎 少費碗簽不簽 我簽 你給我 你給我 借著 小屁 我算是知道 你們為什麼說他是客子 煩死了 怎麼又要出差呀 出差怎麼了 不挺好的嗎 花花心心 你剛來不知道 公司的差旅費少得可憐 出差一趟 一半都自費 怎麼會 我一直聽說公司的差旅費挺高的呀 不是有兩千嗎 兩千 公司的差旅費一直都是五百 要是兩千的話 我怎麼可能會是陷在這樣的狀況 大家散了散了 喂張秘書 幫我查一下分公司的差旅報仗吧 對啊 蛋蛋 我們公司的差旅費都是誰在過 王主管啊 米卡 誰讓你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斯坦合作了 米卡你發了這麼多了 米卡你這麼大方 幫我查一下分公司的差旅報仗吧 米卡 誰讓你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斯坦合作了 王主管 明明是你讓米卡 你不在場的情況下 這次是我不對 我以後會注意的 米卡你沒事吧 故意開始 總經理 米卡很愉快 不用等他了 來了他也聽不懂 不好意思 你們好像忘記通知我了 我們分析之前的項目 你一個新人還沒有接手過項目 自然沒有必要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剛幫公司簽下了玉琳的項目 怎麼能算未經手項目呢 王主管您真健忘 我們開始吧 我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項目啊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沒什麼 那就散會 等一下總經理 我這有些文件 需要請您過目一下 總公司制定的差旅費 一直都是兩千 但今天我意外得知 給員工的差旅費 只有五百 報銷的工作 一向都是王主管在負責 那麼我想請問王主管 那多出來的一千五 您做何解釋呢 米卡 您少在這兒血口噴嚕 米卡 你現在的工作 是做好自己的業務 其他的 不是你這個階層 應該過度關心你 所以公司都是一直這樣 容忍有人中保私囊 謀取暴力嗎 你這些證據我已經看到了 我也知道了 之後我會匯報總部 我相信總部會延長 只是這樣嗎 你只是個實習生 想要取暴自己的上司 你還沒有這個資格 另外 這些帳目都是公司內部帳目 你是怎麼能告訴我 今天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就通知法務部 來公司公辦 總經理 您別生氣嘛 他一個小小的實習生 你開除他就好了呀 我算是看出來了 你們根本就是一丘之賀 這件事 不會吧 一個小小的實習生還敢向總部告 你知不知道 只要我們追究你司察公司內部帳目 就夠你進去幾年了 董事長來了 董事長好 董事長 您怎麼來了 怎麼 我不來了 老是 我不是那意思 這是怎麼復習 董事長 您看這個技術 我們的業績完成得不錯 好了 別說了 我在門口都聽見 從今天開始 你不用 公司會依法追究你職務侵占的全部責任 董事長 這都是誤會 徐米凱他誣陷我的 證據確鑿 有什麼誤會 你就留著和公司的網路說吧 把那個飲料給我遞一下 不行你不能喝 米卡 這是董事長要喝的 今天早上喝過水糖了嗎 我就喝兩口 那個飲料是如同的 那也不行 你爸 我三個月沒有飲料了 董事長 米卡是你女兒 米卡竟然是董事長的女兒 乖乖的米卡這麼大風呢 我回家給你炸果汁喝好不好 你女兒親手做的不比飲料好喝啊 好好好 說第一次看見米卡小姐就覺得眼熟 原來像董事長您啊 對對對 太想了 太想了 剛剛是誰說的我女兒無法無天 偷公司的帳門 還動手 打她 行了 讓公司的把握來好好查一下公司這幾年的賬 總經理 看在這麼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呀 幹什麼 你自己做出事還想拉我們下水啊 董事長 這些事情我今天剛剛才知道 好你個過河拆桥的東西 傳下去 公司的總經理和員工有著正當關係 利用植物之間 中寶四郎狼狼被迷捷 你們兩個 都被開除了 不是董事長我和他 滾